台东选定了池上湾社区作为连线社区 包括了台东县长黄建廷 立法委员赖昆成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张嘉明 县议会议长饶庆林 环保局副局长陈信贤 文卫处处长刘荣棠 池上乡长林文棠 池上乡龙会总干事徐月儿等全都到会 现场热闹滚滚 大家好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一大早就来到这边 尤其是今天早上真的是风和日历 很适合怎么样 大早厨 沿线我们过来 就看到整个关山就已经动起来了 大家用我们的双手来耕耘我们的家园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丽 各位说棒不棒 我们一起来响应 打造幸福台东就要从社区开始 我们有清洁跟舒适的社区 就代表到我们的欺负会越来越多 感谢各位的力量 我们共同一起来打拼谢谢 池上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那它不但是长期以来 它的农产的这个部分 已经可以说远近磁民 那这几年我们看到这里的社区也非常的凝聚 那人文方面也越来越丰富 所以我觉得池上由传统的农村 转型到一个观光修宪产业的一个火车头 是非常非常的有机会 尤其是现在日灰也在池上盖起来了 那么也带头在做很多 接待很多的国际观光客 那我觉得整个池上充满活力 充满生机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乡长啊 主席啊代表会啊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农会也非常的认真 那地方上面有这样的心 我们来支持它来协助它 我相信池上真的是前途无量 我们非常期待 我真的很高兴今天一早过来 看到大家都在 然后这样子一个好快乐的气氛 大家一起来操除 我们祝福我们的万安社区 永远的第一名 当然我听说已经有很多的社区 是跃跃欲试 要来跟你们拼得一名 但是我看今天这样的屁事 这样屁事 分局长这样的支持 还有乡长县长这样的鼓励 我看你们第一名 后来一直会永久下去 那在这里 祝福万安社区 也祝福说好朋友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谢谢 学者保持局 小庄分局分局长杜利豪表示 这一次的活动象征于农村在身 启动性意义 从最基本的社区环境清洁活动开始 共同爱护农村社区环境 大少数的工作 看起来似乎频繁 但透过社区共同的参与 可以凝聚向心力 也让外出的游子 能够透过参与 了解农村再生 一起投入 高卫民的倡报导 又发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 konfer